而印尼冬爪哇当地时间一号有一场足球赛 由于主场的球迷对于结果是很不满意 两个球队的球迷就引爆了冲突 警方为了控制场面发射了催泪弹来驱逸人群 结果却变成了人采人的大型事故 刚刚最新消息截至今天下午 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了一百七十四人 球员在比赛中互相推挤场面火爆 印尼冬爪哇当地时间一号的一场足球比赛 由主场阿雷玛对上客队帕尔斯巴亚 没想到冲突一触即发 阿雷玛队以二比三输球后 球迷群情激愤闯入球场引发骚乱 警方企图要控制混乱的场面 侧着球场和看台发射催泪弹驱离 数百人同时涌向出口逃离 演变成大型人采人的事故现场 还有球迷在场中央朝着警方丢职各种物品 这场混乱的悲剧 奏成一百多人因为窒息或踩踏而死亡 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有限 加上有些伤者病况恶化 警方预估死亡人数还会再增加 球场外同样也发生骚乱 十三辆车被烧得面目全非 其中有十辆都是警车 印尼足球协会面对这一起死亡悲剧 也随后宣布将暂停赛事一星期 并且全力配合警方展开后续调查 记者 朱峰之中健刚 综合报道